其实对于90后的员工 这个老板们也有一些槽点 四位把90后员工的几大罪状 集合在了一起 我们请老板们举牌 认领并阐述原因 我们首先来看看 槽点一 职业忠诚度不高 缺乏坚持 有还是没有 有 都有 前两天刚面试了一个女孩 就是扎一眼看 跟你聊得特别好 然后你仔细看一眼 她的简历上面 每个工作平均超过六个月 有三个月换一次的 然后比较长的 六个月换一次的 像这样的就不太敢用它 六个月我刚把东西交回你了 你又要跑了 那对于公司来说 它不好搞啊 那天我就问她 这份工作你为什么走啊 这是工作室倒闭了 那很合理 有的她可能就会说 跟我领导有点分歧 你会觉得 那还是会有问题在 什么叫跟领导有分歧 这个里面有很多可能性吗 个性太强 说实话 我碰到一些90后的 两年没有换过单位 已经很长了 两年现在我在简历里看到的 算很有任性的了 真的 但是我觉得也因人而异吧 80后也有经常换通过的 对 但我觉得现在跟这种创业公司 这种风气有关系 现在平均公司的寿命 就是两年 也是 就是你好像一创业公司 活到两年半以上 就很不错了 是吧 他们很多这些公司的创始人吧 他根本就不看企业的成本 那你说创业公司 第一件事干嘛 就先挖人 可能这90后呢 他刚在我的公司干了半年 没准是一个职员 又一个新的创业公司 哪里比融资来 一烧钱 他就到那边当经理去了 又拿了更高的工资 但我觉得最后害了的 还是职场中业员 对 是 这些诱惑让他待不了半年 愿意去冒险 对 从自己一无所有 经过自个儿的奋斗 变成负债累累 但是如果就说他要离开的时候 你给他涨工资 或者用一些诱惑 他会留下吗 他的忠诚度 这个先例不能开 对 办公室都传开了 小李他那个要走了 老板给他涨工资了 那我们也走吧 对 集体 我们来看看第二个 来 自我意识强 不能说教和说重话 玻璃心嘛 都是一岁的 不能托运 有吗 也有 这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 玻璃心那个 玻璃心那个嘛 对 哎呦 你俩不是一个公司的是吧 办公室不一样吗 办公室不一样 没有 我从来不说重话 因为我只动手不动口 我只动手不动口 哎 周世民说 我从来不说正话 我只出重拳 我刚想问世民 就是那个公司里面员工怕你吗 你会不会把你那个 拿金腰带的那个画像挂在 我就直接把金腰带就挂在 就放在我大堂 震慑员工 因为我们公司一般不会 不会有太多口角 因为我们公司就有全台 不少地上去 直接打一下 他们每周的团建就是约架 全台上建 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宣泄的方式 而且给旁边的那个集电视 创收了很多 我们更多是想让他们 有一个规则意识 我们的文化是什么 你们有什么恩怨 OK 有裁判 有规则 有三分钟一回合 你们愿意上去 动完以后 走以后 下来以后 这是最好的兄弟 对 小飞 你们那边也是 90后你也不会跟他们说重话 我现在一半都在台北 然后有很多台湾的90后员工 怎么会这样对 他就是那种 是不是 但我发现台湾有个词叫草莓酥 草莓就比较软嘛 然后汁又多 就是一捏就出汁 出了 对 就哭了 做酒店你肯定有人背业绩是吧 那销售经理 我说你这个2019年的业绩 一人得背2000万 我说得人民币 他当时候感觉有点脸就白了 第二天回来 跟我就哭了 说这个我回家一宿没睡好 说这个一亿台币 我这一辈子都没点过这么多钱 走的时候确实是还是要交流 给他太多压力吧 他有点接触不太了 来 我们看草点三 谈理想 卖情怀 对70后 80后好使 对90后不好使 这个小飞那边都还好 有用吗 你觉得 有用 可能台湾的款也 也可能是 因为我每天跟他们说 干得好 我带你回北京 90后谈情怀 在我这儿好像不太管用 他觉得情怀是你老板的 对 对 我们要开心 我们要挣钱 就很现实 但是90后有一点 其实我挺欣赏 就是她的是兴趣驱动性 然后你要跟她有共同语言 要有共同话题 你要了解她喜欢什么 我举个例子 我有个员工很喜欢华晨语 然后她要去看演唱会 她买不着票 我替华华帮她要了票 陪着她一块去看了华华演唱会 她就特别开心 你的员工都这样 那不是你员工 那是你儿子那是 然后他后来工作就特别卖力 绝世好老板 那你要赶上像我们一博这种 喜欢滑板的 摩托的你会陪她 可以 我喜欢摩托 我喜欢滑板 玩水 我都喜欢 云云 你们公司 对90后什么好使 听见没有 这边都已经陪着去看演唱会了 我是会给我的员工谈理想 谈情怀 因为我20多年才创造出这个平台 我一定要拿我这么多年积累的 一些情怀来打动他们 你只要加入我们 然后未来我20一年创造的 有可能一小部分也可以拥有 这个题目我想把它换一换 我反而觉得70和80后 上有老下有小其实压力很大 真正的是需要来点实际的 还真是 90后一方面他们有兴趣 他们可能有喜欢的东西 但是另外一方面 你给他讲情怀 讲理想 他是能够理解 并且愿意陪你去打拼的 像我们公司 我们有90%以上的90后 他们都是跟着我们在打拼 甚至他们是那个熬夜 拼在最前面 最辛苦的 所以我觉得理想和情怀 对他们来讲是走得通的 我们来看第四个 眼高手低 不愿意太吃苦 只有小尚那边是有的 不是所有人都这样 就像刚才小飞总说的 就因为他可能换工作换得太多 外面的诱惑太多 在没有积累到足够能力的时候 已经对自己有了非常高的期待 然后他到你这儿 他就觉得我就是个大经济了 但是你听他聊完所有的 可能他也就是个经济执行 或者助手的水平 跟他说你只是天真 你不是杨天真 还没到那个程度 其实像我们天天向上 节目组 90后其实都挺能扛的 他们精神头组 他们有这个资本二来岁 他们吃不吃苦 完全取决于他们 愿不愿意吃这个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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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发现他们的兴趣爱好 然后把它们放到 他们适合的位子上去 这样他们会变成 你一想不到的人才 好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